曝干近百集,只为说清五代世国 刷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只要稍微对历史了解一点 就知道五代世国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 乱到教科书上都懒得多说 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制作了本系列视频 试图用演绎的手法,配合地图 还原一个有声有色的五代世国 不要以为这么多集,看起来很费时间 实际上,经过编排,我已经把每一集都做成了独立的故事 单看任何一集,都能轻松看懂 当然,如果从头看,就能完整地了解整个五代世国的大故事 言归正传,正片开始 楚国自从第一代楚王马尹死后 楚国就进入了兄弟之嗨的模式 原本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被马尹的儿子们折腾地逐渐衰落了下去 马尹死后,其子马熙生继位 马熙生做了两年楚王,也一命呜呼 真的牺牲了 马熙生的弟弟马熙范继位 这个马熙范可不是何熙范的 他在任期间奢侈无度,楚国国立日下 但还算过得去,保持了十几年的稳定 所以咱们从第五十一讲之后,一直没有提及楚国的事情 好,咱们从头开始讲 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五代演绎 我是杨立辉 马尹不仅会治国,而且儿子也多 据说他生了三十多个儿子 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十几个 老大名叫马熙镇 老二名叫马熙生 老四名叫马熙范 马熙生的母亲原夫人是个大美人 很得马尹喜欢 因此马熙生也很是得宠 马熙镇作为老大,虽然生担要职 但很懂进退之道 他主动辞官,在家里修行,做了道士 公元930年,马尹死后 其子马熙生旗人,同时确立了 兄中弟级的级委原则 公元932年,马熙生死后 弟弟马熙范继位 马熙范这个人,咱们之前提过 他曾代表楚国,拜见李纯旭 还用自己的机制化解了李纯旭 首先灭除的想法 他为人好学,尤其是善于写诗 豢养了一群文人烧客在自己的身边 但他又好酒洗尸 即位后,和这群人整天长醉宫中 溥叶拓跋长,看不下去了,上表劝谏 但马熙范丝毫不理会 这个拓跋长,也有写作拓跋横的 是同一个人,不同史料记载的有区别而已 公元935年,后堂末地李纯科 为拉拢楚国,候赏了马熙范 公元939年,后进高祖石敬堂 撤封马熙范为天策上将军 楚国西部的西州,唐末动乱以来 被彭家把持 彭家经过两代三任的奋斗 占据了楚国以西二十余州的地方 现在当家的是彭世仇 彭世想要继续发展,和楚国必然有一仗 公元939年,彭世仇集结兵马万余人 带兵进攻楚国的黎州 马熙范派刘晴带兵五千前往迎战 别看彭世仇是有备而来 但他所带之兵,在强烈一番后 没有了斗志,被刘晴一举击溃 彭世仇大败,逃回西州 本想巨险固守,但刘晴乘追击 经过一番苦战,又攻下了西州 彭世仇继续逃往蒋州 躲到了深山之中 彭世仇先派兵到蜀国求援 蜀国以路都太远为由,不肯出兵 彭世仇无路可走 就派自己的儿子彭世浩 带着翔表到谭州 向马熙范投降和解 彭家在楚国以西经营多年 西部的土著部落和彭家交往甚密 马熙范为了稳定西部的局势 放弃了对彭世仇赶尽杀绝 让刘晴撤兵,双方达成和解 公元940年 马熙范在西州树立了一个铜柱 上面刻上了双方的盟室 誓言永不相赋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铜柱之盟 后来,在彭家的斡旋下 南宁州酋长莫艳书带领本部18州 都云酋长尹怀昌带领昆明人等12部 张科张万逊带领一州、波州等七州 恢复了楚国 这些地区唐末以来就脱离了中央朝廷的管辖 现在恢复楚国,也算重新回到治下 这也是西南土司制度的起源 公元941年 襄州安崇晋,安州李金泉,起兵造反 石敬堂下诏让马熙范出兵协助攻打 马熙范派张绍迪带水师前往汉阳 给晋军送了草米五万户 帮助晋军打败了安崇晋 李金泉逃往南唐 这个李金泉就是南唐出兵北上的李金泉 内政方面,马熙范消耗巨资 修建惠存园、家彦堂 但楚国国力有限,难不出这么多钱 于是就增加百姓的赋税 弄得百姓苦不堪言 后来马熙范又修了一座宫殿 这个宫殿修得极其奢华 就连柱子上的龙都是用沉箱雕刻的 他一共雕刻了八条龙 又自称自己也是一条龙 就给这个宫殿起名叫九龙殿 拓跋长又上表劝谏 但马熙范依旧听不进去 这个拓跋长经常来劝谏 马熙范很烦他 就安排左右之人说 我不想再见到此人 以后不让他再进宫了 公元946年 辽国南下灭尽 中原大乱 楚国牙将丁思进劝马熙范 说道 先王起兵航母 百战才有此基业 依靠朝廷制约邻国 现已传国三世 有地数千里 养兵十余万 现在天子被擒 中原无主 此乃称霸立功之时 咱们正好出兵京乡 进而前往京师 到时唱大义于天下 此乃大义也 为何现在要消耗国力 大兴土木 马熙范表面上 认同丁思进的话 但依旧没有行动 丁思进看到马熙范的敷衍 大怒 他盯着马熙范说 如直 说完竟然自杀而死 马熙范可不管这些 他依旧终欲享乐 夜夜升歌 就算后宫拥有百人 尚嫌不足 还暗中派人去民间 收罗女子 见到直舍不错的 就强行安排入宫 大家想 这个工作强度 马熙范哪能受得了 身体也就累垮了 最后一病不起 公务员947年 5月 马熙范病重 自知命不久矣 也不知是否是人之将死 这时候 他想到了托巴长之前的劝谏 觉得都是忠言 于是就照入托巴长 受他为顾名大臣 让他辅佐弟弟马熙广 没多久 马熙范病死 马熙广继位 马熙广 是马熙范一母同胞的弟弟 很受马熙范的血爱 但他上面还有好几个哥哥 马熙广继位后 首先就是想要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 现在的中原 刘志远和辽国还在争夺 这个马熙广直接上表给刘志远 认可刘志远的身份 刘志远就加封马熙广为储王 兼中书令 行天策上将军事 托巴长觉得马熙范 舍掌利诱并非良计 于是他劝马熙广 让位给郎州的马熙厄 马熙厄是马熙广的哥哥 马熙范的弟弟 这个托巴长也是个奇人 他估计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一个 劝君主让位的顾名大臣吧 觉得他是为马熙广好 为稳定楚国局势的扣一 觉得他受了马熙厄的好处的扣二 无聊的统计就来了 马熙广有个弟弟 名叫马熙宠 现在任天策佐斯住在谭州 这个家伙性格阴险狡诈 他不服马熙范的安排 暗中写信到郎州 说马熙广的即位 违背了马隐的胸中弟级的遗命 表示自己愿意做内应 怂恿马熙厄起兵夺位 马熙厄本来也不服马熙广即位 加上马熙宠的怂恿 就借着奔商的名义 带兵前来谭州 试探马熙广虚实 谭州这边 马熙广见马熙厄带兵前来 连忙召集亲信部将商议 部将刘彦涛对马熙广说 浪州来人 来意不善 应该除兵迎接 让他们卸甲后 方可入城 张少迪接着说道 大王如果能让位给他则已 否则应当早早除掉他 马熙广哭泣着说道 他是我哥哥呀 我怎么能忍心杀他 哪怕是分国而治也行呀 但他还是派兵前往迎接马熙厄 谭州兵逼迫马熙厄卸甲入城 马熙厄此次前来 本来就是打探虚实的 并没有带很多的兵 只能听从安排解下兵甲 进入谭州城中 扶伤完毕 被幽禁在了碧香宫 后来马熙广心软 不忍心杀自己的哥哥 就给了马熙厄很多赏赐 放了马熙厄 马熙厄回到郎州 心中依旧不服 自己也上了一道咒书 给厚汉朝廷 希望朝廷能在郎州 设置新的藩镇 和马熙广分庭抗礼 这时候的后汉皇帝 已经是刘承佑了 刘承佑见楚国 已经封了一个楚王 就没有同意马熙厄的请求 但他还是回书 宽慰马熙厄 说兄弟之间应该团结友爱 马熙厄没有得到汉氏撤风 心中大怒 心想既然汉氏不容我 我就投靠唐氏 于是他暗中联络南唐 并且发兵攻打长沙 马熙广得知马熙厄 带兵要来攻打长沙 就派遣刘彦 带兵抵御 马氏兄弟的战争 正式拉开大幕 战争的经过 咱们先放一下 现在必须要交代一下 南汉的事情 因为南汉 在马氏兄弟争夺战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南汉 现在的皇帝是刘胜 咱们在第69讲 讲到了刘胜 如何拿下皇位的故事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刘胜在位的年号叫乾和 他继位的前五年 一直想着怎么稳定自己的地位 因为他是靠杀了自己的哥哥 才上位的 所以他对自己的弟弟都怀有戒心 终于在乾和五年 也就是公元947年 他杀完了所有的弟弟 皇位算是坐稳了 乾和六年 公元948年 他派遣公布郎中 钟允章 前往楚国求婚 没想到 马西广竟然没有同意 婉言谢绝了钟允章 刘胜得到这个消息后 大怒的说道 马氏还能敬略南方的土地吗 当时马西广和马西厄 已经起兵相向 楚国已经内乱 钟允章说道 马氏现在正内争不止 这正是咱们的好机会呀 刘胜说道 果如青年 我当趁势取之 于是 刘胜派吴巡为主将 带兵进攻贺州 马西广得知贺州危急 派徐志新带兵五千 前往支援贺州 没想到 楚兵刚到贺州 只见贺州城上 已经插上了南汉的军旗 徐志新大怒 立马挥兵攻城 刚靠近城下 只听一声巨响 地面竟然裂开了 士兵纷纷落下 徐志新连忙收兵 但所带之兵已经损失过半 他担心敌人出城出击 就带兵星夜返回了长沙 马西广责怪他出战不利 将他出战 原来啊 吴巡带兵来到贺州 很快就攻下了贺州 然后命人在城墙外 挖了一圈陷阱 里面装上机关 上面盖上泊土 等楚军攻城 打开机关 顿时 损了一小半储兵 楚军自然大败 接着 南汉军 又攻下了昭州 后来 又接连攻下了贵州 联州 宜州 延州 雾州 蒙州等地 但南汉并没有做好 占领这么大地盘的准备 在大势强掠后 又退了回来 那为啥楚国这么不堪 让南汉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般 那还不是因为 马氏兄弟的斗争 已经逐渐的白热化 根本没有精力 来操心南部各州的事情 那马氏兄弟之间的斗争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请大家点赞订阅开铃铛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YouTuber的朋友们 订阅后一定要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更新 点赞越多 动力越大 下一讲来得越快 谢谢大家 我是杨磊辉